各位澳门居民、各位朋友 新春依慈,万丈今生 在这持久迎身,亲朋宽聚的美好时刻 我仅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向全体澳门居民和一直以来 关心支持澳门发展的朋友们 致以佳节的祝福 祝大家新春快乐、合家安恒 刚刚过去的套年 是特区疫后复苏、稳健发展的一年 在这一年中,我们采取了积极的措施 摆脱了疫情的阴霾 实现了经济较快的复苏 维护国家安全法顺利修订并生效实施 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进一步加强 澳门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趋稳向好 编制并实施澳门首个全面系统的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规划 推动各项新兴产业发展 埋上新的台阶 澳门协和医院投入市营运 长者公园和澳门新街坊项目的落石 轻轨马国站启用 人才引进计划启动 社会民生不断改善 社会信心不断增强 特区各项事业稳健推进 社会大局稳定长和 横琴与欧深度合作区 总体发展规划获得中央的批幅 深合区建设取得了新的食客 在此 我向全体居民和各界参与者的辛勤付出 和努力致以最充心的感谢 此时此刻 山河感受 龙藤隧气 挥别套年 迎来农年 农是中华民族的途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象征着吉祥 勇气和活力 展望新的一列 我们要坚定维护国家的安全 壮大爱国爱澳的力量 我们要巩固经济复苏的良好势头 积极有违实施一加四发展的规划 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 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我们要致力做好深合区发展这篇文章 加快部分 有效实现深合区总体方案阶段性的目标 我们要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与此同时 深入推进公共行政改革 进一步提升特区治理水平和管治能力 切实有效改善民生 推进移居城市的建设 增进居民的福祉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推动澳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也时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 特区政府将继续团结全体居民 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20大报告的战略部署 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 澳人自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落实爱国者自澳的原则 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 展现更大的作为 以新的发展成果 迎接新中国75周年的华大 和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 春暖花开 万物素 喜庆洋洋 兴生碎 我坚信有伟大祖国 有力的支持 有港大居民同心合力 澳门新的一年将会以龙藤苦药的姿态 充满生机与活力 展现全新的面貌 取得更好的成绩 藉着新春佳节 我要特别向在节日期间提供服务的公务人员 或各界人士 以及他们的家人 表达充心的感谢 我充心祝愿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族群和谐 全澳居民家庭幸福 万事胜意 恭喜 恭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